怎么用勾手动作发出又长又顶的下旋球 我们先来看一下演示 勾手发球呢 首先我们要把拍子立起来 用大拇指呢 可以捏住一点球盘 这种方式 那准备的时候 基本上这么一个姿势 那在做动作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用肘领在前面 肘尖往后拉开 把我们的两个肩板打开 然后在出手瞬间呢 做加速 用拍头领在前面做加速 这么一个姿势 那整个的发力方向 是朝斜下方 这个方向去做 那击球点呢 因为又长又顶的话 这种效果 第一个击球点一定要长 不要做短 一定要长线 长点 做长点 这样会 发的球会更长一些 那在出手的瞬间呢 这个细节上 一定要有一个手腕的动作 这么一个姿势 加速 那整个的身体呢 有一个下压的动作 去给它一个助力 这样的话 球呢可能会相对更稳定一些 那平常呢 因为这种球难度系数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平常有多加练习 一定要把它做稳定 要不然我们也不敢 到实战上也不太敢发 不太敢用 对于勾手发球呢 抛球上来讲 还是要离身体近一些 让球落在身体近一些的位置 然后我们做围球动作 那这个围球动作呢 整个的发力方向 一个是往斜下 另一个要往自己的 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方向 加一点这种收的感觉 不要把手完全送出去 送出去的话 这个球你是不太好控制的 一定要感觉用这个身体的中段 去控制这个球 去围它 这样球呢 或计又冲又定 还有这种下旋 而且还很稳定 平常勤加练习 这种下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